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直到1999年 才回国探视当年为她量身打造写下葡萄成熟时的邦清熙老师 1966年 陈兰丽就读高一时 得知今日公司举办第二届歌唱比赛 本来就无心念书的她 要求妈妈让她报名 陈兰丽从小就喜欢唱歌 一度还与哥哥组成钻石花合唱团 被用暑假到高雄七七餐厅登台献议 本来妈妈不让她参加 但是拗不过女儿再三请求 答应让她报名 但有个条件 万一没有得到名字 以后不准唱歌 要好好念书 没有想到小妮子很争气 一千八百多人参加角逐 居然得了第三名 本来主办单位规定 必须年满18岁才可报名 身高167公分的陈兰丽 谎报年龄 审核的先生也没有仔细看她的身份证 陈兰丽就凭借着娇媚婉转的歌声脱颖而出 为了唱歌 陈兰丽放弃学业 在今日公司的陪职下与紫薇老师练歌 这段时间 陈兰丽也首次登上电视 参加台式生日快乐节目 在强烈水银灯的直射下 本来眼睛就不大的陈兰丽 顿时紧张地 眯起双眼 始终无法张开 猛一看 眼睛像一条线 声音甜甜的她 带点撒娇意味的陈兰丽 就是在此时 被人叫做咪咪眼 半个月后 陈兰丽为东升唱片惯了她的第一张唱片 《人耳不能留》 当时唱这首歌的歌星很多 全省各大电台举办听众投票 选出他们最喜欢谁唱这首歌 结果陈兰丽居然得票最多 任她喜出望外 17岁那年 陈兰丽应聘到香港东方歌剧院演唱 此时正是国内艺人在香港大行其道的时候 本来歌厅只与陈兰丽签了两个月 为了节目受欢迎 特别是她唱了一首《不得了》 风靡香港 天天有人点唱 合约一言再言 整整唱了半年才返台 隔年 陈兰丽再度赴港演唱 结果又唱了半年 老板才放人 1974年初 陈兰丽到美国参加加年环会 带了一首新歌 就是《翁清熙作曲》 后来受到歌迷热烈欢迎的《葡萄成熟时》 美国之行 陈兰丽顺道赴夏威夷观光 在当地看到一位美丽的女郎穿着原始的草裙 头上 双脚戴着花环 婆娑起舞 首饰如波 腰柔如水 再歌再舞 真是美极了 当时陈兰丽就想到 为什么不把这些优美的首饰 融进她的歌声里 回国后 陈兰丽将她从夏威夷女郎学到的首饰 应用到电视节目中表演 果然引起观众的注意 《葡萄成熟时》 成了陈兰丽的招牌歌 只要一听到这首歌 观众就会想起她的首饰 《葡萄成熟时》不止在国内红 连海外也跟着发飙 新加坡南夜歌厅请陈兰丽登台时 特别从大门口起 只是舞台 搭起一座长100公尺的葡萄架 上面灌满葡萄 歌厅每天以赠送葡萄吸引观众 之后 陈兰丽在加入丽歌唱片时 也唱红不少歌 除了葡萄成熟时 还有海浪花 春愁点点 玉云天 永远记得你 之后 她加盟海山 依然延续既有的魅力 陆续惯了 依然在天涯 爱的路上千万里 世界像一座彩屋 微笑等 陈兰丽外表新潮 性格却十分保守 她虽然互爱唱歌 但并没有把她当成终生事业 因此 当她碰到生命中的真命天子洋洋出现时 即把握住这个机会 不再与其他男孩子交往 1979年 陈兰丽终于嫁作杨家席 凤飞飞是她的伴娘 这可是当时轰动一时的热门新闻 婚后 夫妻移民美国 杨阳在加州圣河西开了家酒类专卖店 二人在一厢闯天下 两年后 陈兰丽做了母亲 日子过得极为充实 儿子是陈兰丽此生最大的骄傲 儿子不但功课好 就读高中时 还获得美国水上排球高中联盟 两届最佳守门员 且经常帮助社区活动 因此 获得男家大与博客来两所大学入学奖学金 陈兰丽与儿子的感情很像兄弟 她常常与儿子从楼上打到楼下 这一笔她大九岁的老公杨阳 二人倒向妇女关系 杨阳常告诉她 做人要长存感恩的心 不要以为你是陈兰丽 就要比别人获得更多 这句话陈兰丽铭记在心 因此 当她得知多年不见的恩师 封清晰获得金曲奖特殊贡献奖后 很想见她一面时 立刻从美国回来 一元恩师的梦 69岁的咪咪眼歌后陈兰丽 当年以一首葡萄成熟时 红遍整个东南亚 后来又唱出《真爱》 《爱的路上千万里》等经典情歌 可说是70年代最火红的巨星之一 不仅如此 台语已故传奇歌后 凤飞飞 情同姐妹 更曾在受访时分享 姐妹俩谁先结婚 另一个就当伴娘的约定 怎料后来凤姐却不幸病逝 一起两人深厚的情意时 陈兰丽那悲痛的模样令人心碎 陈兰丽坦言 与凤飞飞的深厚情谊 是17岁那年出道 与同事新人的凤姐 彼此互相扶持所结下的缘分 陈兰丽还透露 虽然自己与凤飞飞 分别来自本省 外省家庭 背景差异很大 但相遇后就是一见如故 一有空就在一起聊梦想 进而成为最要好的闺蜜 其中最令她印象深刻的就是 有一次与妈妈到凤飞飞做客 她怎么也没想到 当时已经颇有名气的凤姐 竟然亲自拖地 擦桌子忙内忙外 那个画面任她至今都难以忘怀 也不禁感叹 她好贤惠 我那时连烧开水都不会 提起当年的种种 陈兰丽也表示 姐妹俩的个性真的截然不同 凤飞飞的事业心很强 一直梦想能成为台湾的美空云雀 而当时的自己 只想当贤妻良母 归子 两人还约好谁先结婚 另一个就当伴娘 事实上 陈兰丽四十年前 嫁给当红小生杨杨时 凤飞飞已实现承诺当她的伴娘 在当年可是造成不小的轰动 而陈兰丽原本也认为 两人的感情会就这么好下去 到老也一直陪伴彼此 怎料 八年前凤飞飞不幸 因飞不重症过世 享年五十八岁 说到伤心处 也不禁悲从中来 伤心的模样令人心疼 除此之外 陈兰丽前阵子 难得受访时也分享了 自己二十三岁那年 为爱隐退后的夫妻生活 与先生杨杨结婚后 便离开台湾到美国生活 数十年来生活都一直很低调 外界也较少知道她的境况 也透露 十几年前因为母亲重病 开始接触到信仰 还因此得到满满的力量 开启生活的第二春 开始苦读念书 获得神学院硕士学位 预计今年夏天 将取得神学院博士学位 事实上 陈兰丽五年前也宣布复出 回到热爱的演艺圈 目前与创世电视台合作节目 除了每集都会有唱歌的桥段 也会分享信仰相关的内容 对此 陈兰丽也不禁笑说 别人到她这个年纪都要退休了 但她就是跟别人不一样 不仅复出唱歌 录节目 甚至还回头念了博士 看得出来她相当自豪 陈兰丽19岁时 就成为当红明星 不过23岁就完成 她的梦想嫁作家庭主妇 如今魁伟35年 将付出登台 她坦言 我觉得自己的力量很渺小 不过再有了信仰后 她觉得若不能发挥自己的所长 再给社会温暖 反而令她愧疚觉得自己相当自私 老公杨阳也替她加油 不要以为自己是小沙子 我为她感到骄傲 陈兰丽于24岁当红时 嫁给知名小生杨阳 两人急流勇退 离开演艺圈 定居硅谷 30多年 不少观众依然难以忘怀 她娇媚婉约的歌声 和演唱不到成熟时 万妙的舞姿和招牌首饰 除了诗歌 这次是否再度演唱 受欢迎的怀念经典老歌 陈兰丽说 没有设限任何形式取决于是否有合适的机会 不少观众在好莱坞电影 疯狂亚洲富豪中 再度听到她活力自射的歌声 她表示 在应邀观赏风篇适应时 突然听到自己30年前唱的 你懂不懂 倍感惊讶 这是首次在美国电影里面 听到自己的歌曲 令她印象深刻 陈兰丽说 多年来觉得自己很幸运 领受了许多恩典 一直参与关怀服务 看到许多人 因压力导致 忧郁或焦虑症 令人担心 她说 这次复出 是和香港创始电视台合作 将于一月底推出 陈兰丽细语新生音乐短片 装扮简单自然的她 唱着诗歌 以旧金山之名景点为背景 她也把自己的人生经历 变成励志短奖 希望借此鼓励他人 谈到对自己现在歌声的想法 陈兰丽说 现在比年轻时 多了一份成熟度 经过了人生历练 声音听起来更有感情 从小不爱读书的她 是父母和老师的头痛人物 她开玩笑说 自己从小就爱唱歌跳舞 一点也不害羞 一听到音乐 就像插了电一样停不下来 没想到 来了美国 她不但得学英文 修学分 还读到硕士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大家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 黄套